哈喽同学 欢迎收看ASEP凯爷数学 这个题目啊 老师每一次都会跟学生说 这个提醒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它是宝石的提醒 很容易考 非常容易考 结果月考几乎都没在考 好奇怪 但我还是很想要讲这种提醒 因为你应该都会遇得到 好我们来看第五诗题 如果宝石的价格 它的价格 跟它整块宝石的重量平方 成正比 宝石的价格 跟它整块重量的平方 成正比 好 那如果今天有一块 价值六千四百 六万四千元的宝石 不慎衰裂成两块 而且这两块的重量比 变成了三比五 请问你 它损失多少钱 好 你要先有一个认知 就是今天如果有一公克的宝石 假设叫做一万块好了 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完整的宝石两公克 绝对不会只是两万块 因为宝石越完整越大颗会越值钱 所以你有看到什么什么几克啦 五克啦十克啦 它们价格绝对不会是两倍 可能十几倍都有可能 好 好啊 问我我也不懂 因为老师没有 没有宝石 好不好 老师只有宝石放快的游戏而已 不好笑 来我们看50题 我先把第一句话重讲一遍 你知道宝石价格跟 整块宝石重量的平方成正比 这个概念是什么吗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把重量 如果我们今天把重量平方之后呢 我其实就可以把它当成什么比了 价格比 好 这句话很重要哦 虽然老师的字QQ 可是请你记得 当我把重量都平方之后 就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价格比了 OK 好 再来 这一块呀 本来叫做几公克 我不知道 但是我先把它叫做一份 那一份摔下去之后叫做3比5 孩子再重复一遍 一份摔下去 叫做3比5 那你知道3比5 也就是一块是几分之7 8分之3嘛 另外一块是不是叫做8分之5 这可以接受吗 重量比是3比5 是不是一块变成了8分之3 一块变成8分之5 OK 我的蓝色 它们是代表的 它们代表的是重量 那我现在要把它当成价格怎么做 你只要把重量平方就好了 你只要把这些都平方 所以把它平方 怎么平方 来 当然平方 88 64 33得9 它的平方 88 64 55 25 当然1也要平方 因为1是重量 但你把它平方之后呢 就变成1 它就会叫做 价格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价格比了 好 所以你现在看喔 老师 我价格本来叫做一份 我现在念的是紫色的 我的价格本来叫做一份 但因为我帅下去了 我的总价格只剩下多少 我的总价格只剩下六十四分之九 加六十四分之二十五 所以我的价格只变成了六十四分之三十四了 所以我损失多少 我本来的总价格叫做一耶 所以我损失了多少 一减六十四分之三十四 也就是六十四分之三十 我损失了六十四分之三十 最后把它变成钱数 反正整块是六万四千块 乘上六十四分之三十 所以这里乘起来会得到三万元 你自己看一下 宝石的价格就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手蚕 摔下去 一摔 你损失的钱数 就损失了三万块 OK